大雨滂沱的晚上,老太太带凌产的女儿来到医院,执行医生都已下班,值班护士替女人接生 无外雷电交加,母亲使尽全身力气,婴儿从肚子里钻出来,居然是一个会飞的宝宝 母亲喜不自身,这一定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奶奶却面路不快,还追问母亲孩子父亲是谁 母亲回答说,已经告诉你了,是上帝 奶奶给孩子下了禁足令,不许她踏出房门半步 由于孩子天生失重,天花板成了她的摇篮 母亲在天花板垫上被子,还给孩子取名奥斯卡 童年奥斯卡不能出门,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躺在天花板,看她最爱的蝙蝠侠 母亲特意为了做了一件蝙蝠侠战衣,口袋里装了两个衬托,让奥斯卡无法升空 母亲想送她去上学,奶奶却坚决不许 奥斯卡询问母亲,我和蝙蝠侠一样能飞,为什么她可以去外面,我却不行 母亲无言以对 这天奶奶和母亲购物归来,却不见奥斯卡人影 窗户敞开着,奶奶被惊出一身冷汗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奥斯卡躲在衣柜上面 奶奶受到刺激决定封死窗户 母亲无法忍受,带着奥斯卡外出 还和她约定不许告诉别人她会飞的秘密 街坊邻居十分好奇,从未露面的孩子终于出现在街道上 这天母亲来商店购物,奥斯卡在店外等候,撞上迎面走来的阿加尼 阿加尼将水递给奥斯卡,让她帮自己拿水回家 奥斯卡搬路累的不行,将衬托扔了出去 到家后,阿加尼索要沉浸水,奥斯卡却说不能给她 阿加尼抢来水瓶,奥斯卡就这么飞了起来 阿加尼从家里拿来书包,有了书包,奥斯卡就飞不起来了 奥斯卡背着书包回到家中,母亲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阿加尼给母亲介绍了小伙伴阿加尼,好一对青梅竹马,良效无才 直到阿加尼的母亲找上门,说出奥斯卡会飞的秘密 从此母亲不再允许两人见面 男人在窗外挥手之意,再见了,我只爱的小伙伴 奇怪到奥斯卡还是引来了警察的注意 警察听说奥斯卡没有上学,勒令监护人送孩子上学 一家人只好搬离了小镇 一眨眼,奥斯卡已经长大成人 仍然每天背着阿加尼送的粉丝包包 在人际罕至的山间穿行 她听从母亲的教诲,努力克制自己想飞的冲动 电视上的达人秀引起奥斯卡的注意 她无法按捺内心的欲望 背着母亲来到达人秀舞台一炮而哄 经纪人很快找上了门,要把她打造成超级明星 还给她取下一名师重男 经纪人操盘之下,奥斯卡商演不断 很快便成为全国文明的大明星 奥斯卡想发表演讲,却被经纪人无情拒绝 大家是来看你飞的,不是来听你演讲的 你的感受对大家毫无意义 为了扩大明星效益 经纪人还为她建立博物馆 在老家设起雕像,最后荣登时代周刊 奥斯卡十分不快 经纪人塑造的人设根本不是她 为了取下奥斯卡,经纪人请来书商,要为她出版战绩 奥斯卡拿出手稿,书商却说她们早已备好一切 奥斯卡怒不可遏,当场离席 母亲鼓起勇气来到奥斯卡家中 豪宅里正在举办成人party 奥斯卡挤在姐妹花之间 母亲递给她童年的日记 上面写着,有价值的人总是过着简朴的生活 奥斯卡看着陈年旧比,似有触动 全国公园之时,奥斯卡发起抗议 她根本不是观众认为的那个样子 还向经纪人探了牌 从此,时间再无时重呢 经纪人宣布奥斯卡死讯 母亲带着她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一眨眼又是很多年过去了 奥斯卡人到中年,母亲已经去世 她给自己找了一副轮椅 既能隐藏失众的秘密 又能领到政府今天 奥斯卡找了一份酒店前台的柴室 每天仍然背着粉色包包上下班 这天一位酒店小姐迟迟喂走 奥斯卡敲响酒店房门 大波浪美女打开房门 看到奥斯卡背的书包 是你吗奥斯卡 奥斯卡害怕被人认出身份 不愿承认 大波浪却说出自己身份 原来竟是儿时玩伴阿加妮 阿加妮显然境遇不佳 已经沦为陪酒小姐 奥斯卡带阿加妮回家 两人看起小时候最爱的节目 伴着音乐偏牵起舞 时间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光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而易逝 奥斯卡每天看着 阿加妮在酒店接待客人 心如刀角 阿加妮内心寂寞 叫来奥斯卡承担临时男友 还给她买了新的包包 奥斯卡回赠一颗玛瑙 阿加妮大为感动 当晚两人就滚了床单 阿加妮以为两人已经确立关系 为阿加妮准备好玫瑰 阿加妮却照常切客 照常上楼 上楼后 阿加妮性情大变 赶走了客人 又来到楼下 冲阿加妮发火 你想干嘛 让我坐在自行车上哭吗 看看我们这个样子 妓女配残废 你是想再上电视吗 奥斯卡转身离开 天空抱起了烟花 映沉着奥斯卡落寞的身影 奥斯卡回到童年老家 收拾好破败的房间 阿加妮又找了过来 她拿来粉色的包包 和奥斯卡一起 重建衰败的家庭 没多久 阿加妮便怀上了宝宝 奥斯卡找了一份新柴石 她化身自己心目中的蝙蝠侠 在大楼上擦起了窗户 平凡也可以很伟大 这便是施重男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